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的专题系列 中国的陷阱与困境 我是主讲人程晓农 今天是我们的第25集 标题是中俄私有化的比较 那么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 是因为在中国私有化完成了以后 有一些人提出来说 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 提出来说是 所有国家的私有化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中国出一点问题不奇怪 那么中国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在上一集提例一下 主要是国企的经理私吞 然后强迫工人下岗 那么我们这个已经看到 在上两集的这个节目里头 播出了以后 有听众和观众在下面留言说 他们从家里面 父辈那听到的情况都差不多 但是呢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以前 包括他们的父辈在内 我记得有一位观众特地写了 说他父亲一直为着国际 经理私吞企业的事上告 但是政府不理 那么他说 但是他的父亲 上告那么多年了 始终不明白到底 整个的国际私有化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上面已经谈了 上两集谈过这些问题了 现在呢 之所以要谈中国私有化的比较 是想让大家通过比较来说明 来了解一点情况 就是眼界不广泛的中国 是不是说中国发生的这些问题 其他国家都发生过 如果所有国家都发生一样的问题 那么也许合着中国的一句老话 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 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私有化 就非得如此不可 那么中荣记就没什么错了 那么是这样吗 那我想告诉你 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的 中国是黑的那只 但其他国家很多是白的 这是我们这一集要谈的内容 首先呢 那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中俄两国私有化 这个情况的比较 就是它的结果的比较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企业到底有多少落到了 这个厂长经理的兜里头 被他们私吞了 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像中国这样 第二个呢 就是每一个国家 是不是都有这个工人和经理之间 这个劳资冲突 那么这两个指标 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 能够看出来 这个究竟私有化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想需要说明的呢 就是因为转型的 共产党国家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 那样就变成一个学术研讨会了 所以我这里呢 只举中国和俄国 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 他们的国企私有化 结果有多大的不同 因为这两个也是都有代表性的 首先呢 我来比较一下 这两个国家 因为主要是比较 他们中小国有工业企业 私有化以后的情况 因为大企业的情况比较复杂 很少有私有被这个厂长经理 我们可以用一个人私吞的 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企业 长短经理一个人吞不下去 太大了 那么我们就以中小企业 来作为比较的范围 那么我发现呢 如果你去比中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产业结构 这个产权结构 就是这个产权结构 就是私有化之后产权归谁 那么这个情况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对比 我想目前为止在中国国内 或者在国际上 做这个对比的人可能没几个 我是一个主要的这方面研究者 所以我下面提供这些数据呢 一方面来自中国 中国这面的数据 我在前面两集已经介绍过了 下面的数据 关于俄国的是来自于俄国的 这个一系列的研究 因为在这些数据在俄罗斯是公开的 所以基本上 他们研究的结果大体上 一是可靠 第二呢是差异不大 那么俄罗斯呢 是1992年开始私有化的 比中国早五年 那么大概在两年内 就把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完成了 那么八年以后 就是私有化92年开始在俄国 然后到八年以后 2000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中小工业企业当中 有53%是原来的企业成员控股的 原来的企业成员当中 这个经理层控股的占18个百分点 而工人控股的占35个百分点 就是一共是 所有工业企业当中 平均而言 有53%的企业 不是经理控股 就是工人控股 那么经理控股是18% 工人控股35% 那么中国是1997年开始私有化 我们上两期介绍过 中小企业是五年内完成 所以到了2006年 就是我也按俄罗斯那样子 这个比较 八年以后 就它一切基本搞定了 八年以后 2006年的时候 中国呢 看起来也是 原来企业的人员控股比例呢 和俄罗斯差不多 中国是57% 但是其中经理和工人的比例 就大不一样了 这个经理控股是47个百分点 工人控股只占10个百分点 这里我讲的中国的数据 就是上两集我提到的 香港科技大学 研究人员干杰教授的这个论文 那么俄罗斯的数据呢 是俄国官方的 也就是说呀 这两个国家 中国和俄国 在私有化开始到完成之后 八到九年内 原来就是属于原企业内部人员 控股的比例差不太多 一个是57% 中国俄罗斯是53% 但是在中国呢 国企经理私吞企业资产之后 把企业变成自个儿的比例 是47个百分点 就53%当中 一大半是国企经理私吞的 那么俄罗斯只有18个百分点 那么中国呢 这个工人所谓的名义上 由工人持股为多数的工人控股 大概是10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呢 还是我们上一集讲到 是经理强迫工人掏钱买股份的 不然就保不住饭碗 就得滚蛋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俄罗斯是达到35个百分点 俄罗斯的这个工人这个35% 这个比例呢 是俄罗斯工人有否决权 就是说 他们自己根据当时俄罗斯政府规定的方案 每个企业究竟是买谁 谁来买股票 卖给谁 这个企业的决策 是要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 不是经理个人可以关着门 搞黑箱作业 所以俄罗斯的企业职工 把自己的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里头 成功率是中国的三倍半 那么我这里再回顾一下 我在前面两集谈到过 就是1997年夏天的时候 中国私有化开始之前 全国总工会做过一次 全国范围的这个大范围的 中国职工状况调查 那么其中谈到的 就是三分之二的工人 都对管理者不满 认为这些管理者不是能力不行 就是有贪污腐败行为 而且他们认为这些企业办坏 跟他们有很大关系 那么结果呢 朱镕基的政策是 就让这些把企业办坏的人 把企业私吞了 那么俄罗斯工人呢 也有很多对经理的埋怨 但是呢 这个 他们的经理 能够私吞企业的 这个可能性 大大小于中国 也就是说 大概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 从如果说一个国家 经理私吞 自己管控制的企业 自己管的企业的比率越高 越说明这个私有化程度越黑 那么我们这样对比 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一并不是说所有国家 这个经理私吞企业是正常的 在俄罗斯虽然也发生了 但是比例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应该讲 如果你按经理私吞 这么一个指标来衡量的话 那么中国是全 所有受理国家当中 企业私有化过程里 最黑的国家 那么下一面我就来谈谈 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 可能造成的社会冲突问题 因为很多人以 这个我也看到有帖子里边 引用科斯的定理 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定理 说这个只要产权问题解决了 什么都好办 我在给他的回复的推特文 在这个推特上我回复过 我说问题不那么简单 因为私有化要改变的 不仅仅是一个企业 产权的在法律上的 在工商和法律上的 所有权的归属改变 就换个名字而已 从某某国营企业 变成某某个人企业 不是那么个简单的 法律登记程序 它实质上 从社会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是全民的 国家的 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转移了 那么这个财富的数量 可能因企业的大小不同 但是总的来讲 那些财富原来都是公共的 那么不管它实际上 工人控制得住 控制不住 或者说共产党讲的 全民所有就是假的 但是 它不是共产党哪一个官员的 也不是哪个个人的 它是公共的 那么中国宪法也是这么说的 工有财产 那么工有的财产 突然被转移到某个人兜里去了 这里就涉及个基本问题 谁该拿这一块 还有这转移的方法公正不公正 这个这是一个 就是财富的私有化 特别是公共财富的私有化 关系到了这个社会公正问题 再一点就是财富的私有 就是国家财富 公共财富的私有化 同时带来的是雇佣关系的改变 原来这个企业的厂长和工人 说起来都是国家职工 所以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同事关系 但不完全是这个私有制下面的 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因为私有制下老板雇员的关系 是一个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 就是老板说了算 他如果不要这个员工 这员工就只有走了 那么原来的国家职工呢 说起来大家都是政府的雇员 身份地位是平等的 只是这个经理是政府派来的 这个在企业是领导者 但是并没有说领导者可以任意的解雇工人 那时候也解雇不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 基本上工人是不犯法不能解雇的 那么现在一夜之间可以通过财富的私有化 工人的关系也变成私有的了 就是说工人的命运一下子就捏在厂长手里头 新老板可以随时解雇任何工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原来的所谓的同志关系 就是以前讲厂长讲经理和工人之间 基本上还是称同志 苏联也是用这个词叫Devalish 也讲的是同志 那么现在就变成劳方和资方的关系 而且还涉及到这个资方 就是新的老板新资本家 共产党资本家 他们在迫使工人下岗过程中 是不是坑害过工人 所以这样的话 谈私有化是不能够像科斯 那个经济学家说的那样 只看所有权变了就行了 必须要看社会和政治后果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中国和俄国两国私有化的结果 是很不相同的 那么是不是在中国和俄国 因为私有化导致的社会冲突也差不多呢 正好相反 就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导致的社会冲突小得多 而中国非常严重 这个我先来介绍俄国的情况 那么俄国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在私有化发生之前 劳资冲突最多 也就是说工人通过各种抗议活动 这个阻止工厂的原来的厂长经理 私囤企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很多冲突 第二就是这种冲突很多时候 还涉及到针对政府的抗议 就是政府官员去私下的支持 这些国企厂长经理 和他们勾结的时候 工人抗议的矛头也会指向政府官员 但是有趣的是 私有化进行过程中 这个工人的抗议的频率 就开始不断的下降 那等到私有化结束的时候 降到很低了 那么中国的情况就相反 中国是私有化完成之前 很多工人不知道工厂是怎么样被私有化的 所以冲突不是很多 然后冲突在私有化快完成的时候 就越来越明显 然后工人开始发现情况不对 然后开始抗议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 所以中国的劳资冲突是发生在私有化过程中和过程之后 另外的中国和俄国在劳资冲突方面还有两个不同 一个不同是中国的宪法虽然允许工人可以组织工会 但这个工会指的是官方工会 工人自己私下组织 独立工会是严禁的 同时工人没有游行自由 没有示威 不许示威 也不许抗议 不许自行的组织社团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中国工人要想组织游行活动 通常表面上是无组织的 因为你只要有组织政府就会抓人 那么俄罗斯呢 当时已经开始民主化 这个所以 俄罗斯的工人不但有游行示威自由 有抗议 有罢工自由 就是西方国家 民主国家有的自由 他们全有 所以俄罗斯的工人毫无顾忌的可以上街游行 可以和厂长谈判 派出自己的工会代表 而把官方工会给一脚踢了 再一个就是 俄罗斯的工人可以罢工 而中国的工人 很多情况下是不敢罢工的 也没法组织罢工 那么这样的话 我来下面引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 这些数字呢 是这个中国出版的几本书里头 关于劳资关系的几本白皮书 里面介绍的内容 所以不是民间调查 而是官方调查的数据 从90年代中期开始 根据这些官方资料来披露 中国的劳资纠纷就急剧上升 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的劳动仲裁委员会 这是负责仲裁劳资纠纷的政府机构 1994年发生了一万起 一万零三百起 1995年是三万三千起 2006年就是四十四万七千起 2008年是六十九万起 所以如果把1994年四有化开始之前 每年平均一万起当作一个平均状态 就是说没有四有化 大概一年是一万起左右的 劳资纠纷 那么四有化结束之后 到了2008年 四有化中国大概是完成了十年之后 后遗症是什么呢 每年将近七十万起的劳资冲突 也就是说 劳资冲突是四有化之前的七十倍 在中国 大家想一下 一年六十九万起 中国的工业企业总共才十一万个 也就是说 假如这些冲突 我们假定它都发生在工业企业里头 那就平均十一万个企业 至少里面每个企业发生七起 这个数字很骇人听闻的 这是在官方的白皮书里有 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四有化直接造成了问题 那么官方还披露 就是1996年的时候 直接因为四有化导致的 劳资冲突 就是在四有化过程中 或者过程之前出现的劳资冲突 1996年是将近两万起 那么2005年 是六万三千起 也差不多两个企业 就有一个发生因四有化有关的 这个劳资冲突 那么另外就是 全国总工会的这个调查 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数据 1998年到2002年 13%到14%的四有化国有企业当中 发生了劳资冲突 主要原因是工人对厂长经理的 私有化做法严重不满 还有下岗 这个拖欠对工人的赔偿等等问题 但是很明显呢 根据刚才我们谈到的 另外一个角度的 劳资仲裁委员会那边的数据 总工会调查的这个结果呢 是第一爆了冲突的数量的 我下面来介绍一下 几个 这个省市地方的资料 上海市调查是这样 1997年第一季度 51%的改制企业发生了劳资冲突 主要是因为私有化的做法 引起工人的不满 还有工人被解聘 1998年 山东发生了6035起劳资冲突 51%发生在私有化企业 主要原因是工人 如果不掏钱买饭碗 就会被下岗 还有已经工人 还有被拖欠工资和下岗补偿金的 那么河南省政府调查的结果是 1998年53%的劳资冲突 发生在改制企业 多半是因为厂长把工人解雇 或者是厂长把工人解雇以后 卖地皮卖厂房卖设备 捞钱 那么从根据民意调查显示 2002年中国城市民意调查中 53%的普通老百姓 在被调查的时候认为 劳资冲突正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当时大家根据自己的直观感觉 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那么劳资冲突发生在中国那么多起 是私有化之前的70倍 结果是什么 那么据全国总工会2007年的调查 大概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劳资冲突发生以后 政府多半是和厂长经理反复谈判 或者向地方政府求助 但是很少诉诸法律 原因是法院不受理 法院不管 大约有30%到40%的案件 工人是求告无门 厂长不理 政府和法院不管 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假如劳资双方反复谈判 或者政府部门 应工人的要求介入了 最后仍然是有32%的冲突 没有解决 43%的案件是只有部分的解决 从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实际上 中国发生严重的劳资冲突之后 工人是完全得不到保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中国政府严禁工人上街游行 工人上街抗议游行的比例 仍然是很大的 这下面引用也都是官方数字 1996年1月9号 120个城市 1996年1月到9月 120个城市总共有200万工人 参加了1500次抗议游行 在工厂里面没有上街的 还有1700起抗议罢工 1997年头4个月 25个省市的230个城市 有200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 或者抗议游行 1998年抗议游行或者罢工的人数 达到400万 更多的情况是工人没有组织者 因为政府会抓 所以没有办法成功的组织 抗议游行或者罢工 全国总工会2007年的 全国性调查表明 在私有化企业里 61%被调查的工人说 假如有人组织 他们就想上街游行抗议 那么最后再补上一句 所有上面提到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的活动 全部被政府镇压下去 那么是不是俄罗斯也发生相同情况呢 我前面提了一句 俄罗斯正好相反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后 劳资冲突远远没有那么大 而且相对平静 可以说是风平浪静 俄罗斯有一个最权威的民间调查机构 叫Fucion 全俄民意调查中心 它从私有化开始之前 就每隔三个月 就相似的私有化的相关问题 反复的调查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一直持续从1992年 一直持续到将近20000年前后 那么虽然私有化期间呢 俄国工人的这个生活条件 当然很苦 中国这方面有很多报道 但是劳资冲突发生的频率并不高 即便有罢工也是小的范围 而且很多时候罢工的时候 这个工人的指向不一定是厂长 很可能是地方政府 那么1993年俄国私有化刚开始的时候 46%的被调查者说呢 他们企业里有劳资冲突 因为双方对如何私有化 有大量的争议 大概只有43%的被调查者说呢 他们的企业里都没有发生劳资冲突 那么到了1994年9月 私有化差不多完成的时候 情况开始变化了 只有31%的被调查者说 他们企业里还有劳资冲突 而到了私有化完成7年以后 说企业里还有劳资冲突的 只有13%了 也就是说劳资冲突的比率 从40%几降到了10%几 我刚才提到2008年是中国私有化完成 是差不多10年的时候 所以和俄罗斯这个 私有化完成以后 7年这个时间段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中俄两国私有化完成之后 7到10年之内 俄罗斯的这个劳资冲突 已经快下降到消失 而中国是上升到最高峰 2008年是一年70万期 而且是在政府严厉镇压的情况下 那么俄罗斯工人的劳资冲突的原因 和中国还不一样 主要是工资低 工作条件差 经理层贪腐 还有对工人态度恶劣 这些情况其实私有化之前就有 也就是说工人并不是因为 主要因为私有化不满 而是因为厂长经理 对他们不好而不满 大概只有15%到20%的劳资冲突 在俄罗斯呢 是与经理私囤企业有关 这个和中国有明显的差别 反过来说明一点 那就是中国的劳资冲突那么多 就是因为私囤企业 经理私囤企业 所以如果说这个 比一比天下乌鸦的话 那么中国是黑乌鸦 俄罗斯这种乌鸦算是灰乌鸦 而我将来以后会提到的 中欧国家波兰捷克 还有斯洛法和匈牙利呢 他们的乌鸦是白的 所以原因出在哪里 为什么乌鸦有黑有白有灰 中国为什么黑 原因就是 俄国的转型 是在民主化过程当中进行的 而中国的转型 是威权的共产党政权推动的 有人说共产党政权越威权 这个改革越成功 这个是我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同学 一个华人中国同学叫郑永年 就有这样的文章 这在很多西方学者当中 很多人也认为如此 说是威权政府在改革上面 比民主政权更有优势 那实际上他们逃避了一个问题 一种可能性 就是威权政府推行私有化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它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胆更大 手法更黑 这个或者更狠 那结果更糟 那么上面我们谈中国的情况 实际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呢我想补充两句 就是在私有化开始之前啊 中国俄国的政治演变 正好处在两个极端 苏联是开始了政治改革 工人呢已经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 这个成员有好几个这样的工会 是全国性的 各地都有成员 然后总人数每个工会都在几百万人 而且他们可以组织全国性罢工 来对政府施加民主化的这方面的压力 要求政府加快民主化 同时工人独立工会很强的诉求 就是不许红色权贵或者厂长经理们 私吞国有财产 那么中国正好相反是六四镇压没多久 十年 所以在六四镇压之后 中国老百姓民众都心里明白 中国又回到了这个过去 这个过去他们已经 这个经过毛死了 毛泽东死了以后的那十年的宽松 已经结束了 中国又回到了政治高压下 他们只能默默的顺从的活着 在政治高压下讨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六四镇压的阴影 在中国工人心中的阴影 给了朱镕基机会 所以他可以让几千万国企的工人 大规模下岗 但是他不用担心工人会集会游行 工人会大规模罢工 工人会组织全国独立工会 原因是政府有足够的压力 压得工人们窜不过气 所以中国的下岗工人之所以悲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只能默默的忍受 这是当权者的优势 却是民众的劣势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下一集会来谈俄国为什么会走上 这个政治转变的道路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